國道昭化路段在清晨 發生了一起死亡車禍 由一名駕駛先自撞內側護欄 下車查看時 沒有依照規定擺放警示標誌 導致後方的一輛白車 反應不及一頭撞上 造成一死一傷 深色轎車在內側車道加速 沒想到前車因車流回堵擊殺 轎車煞不住撞上後偏到中線 銀色救旅車險遭波及 再往外側車道急切 高速摩擦下車輪竄白煙 國道一號北斗路段 十五號下午差點發生 連環追撞事故還好沒有傷亡 但十六號清晨彰化路段 就發生一死一傷的車禍 灰色和白色兩部自撞客車 分別在內側和中線車道上 兩側車身都有撞擊橫擊 警察趕到先協助白車 裝性駕駛送醫 但灰車的陽性駕駛呢 一度找不到人 最後在分隔島上草叢 找到陽性駕駛的身影 但他已經失去生命跡象 初不了解灰車陽性駕駛 不明原因自撞內側護欄 下車查看才六分鐘左右 當他站在車的右前方 裝性駕駛開了白車就衝了過來 先撞上回車後 再推撞到陽性駕駛 彈飛到草叢 才會導致他頭部重創 送醫搶救 還是宣告死亡 車輛發生故障 停留車道中 停留車輛後方 100公尺以上 擺設故障標誌 整體車禍一度造成回堵約一公里 肇事原因還要調查 然而驚險畫面也在原領斗六上演 南騎士從外側車道左轉 和執行轎車發生碰撞 南騎士連人帶一車 噴飛20公尺 放一車 剃一下 小心就動了 南騎士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痛到無法起身 熱情民眾趕緊在一旁借戶 驚查該路口會設置機慢車兩段左轉標誌 民眾可依車流狀況在安全情形下 左轉彎 趙聖女駕駛當時綠燈執行 強調沒有看到要左切的騎士 所幸傷者送醫後沒有生命危險 詳細趙澤都有待釐清 接待人莫公正義 張浩宇 綜合報導